阿弥陀佛 尊随同修 今天因为我们两天连续的受八观在界 在这个地方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稍微解释 说明一下这个八观在界 大家如果请坐下 请坐下 尊敬的最同修 最护法 最大的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这 精进佛二 再加上我们发心来受八观在界 借这个因缘 因为时间很短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借这个因缘 稍微 来为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解释一下这个 受八观在界的有一些事件 我们需要的清楚了解 因为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就念佛论 没必要再发心来受八观在界 其实这样的观念 这种的想法是严重的错误 特别八观在界内容 几乎都是讲到我们的习性 你这个习性不改 你怎么念佛不能得胜净土的 有些人念佛力道不够 所以用戒来帮助 属于一种祝愿 你仔细留意一下 这个八观在界的内容 你就明白了 因为每一条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展开 都离不开这个八观在界 你说它是一不是二的 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个短短的时间 为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人有一种的想法 误解 误会 比方说 这个八观在界的由来 是怎么来的 释迦牟尼佛一般讲经说法 它都有因缘的 如果没有因缘 特别的因缘 释迦牟尼佛是不会讲经说法的 除非有一种特殊 比方说 佛说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没人问 五问之说 自己又说出来 这种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 能够了解 弥陀名号的功德 只有佛以佛 方能究竟的 连等觉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就没办法 入佛这种的境界 所以佛呢 为了要帮助众生 方便 所以不得已 以这个因缘 才为大家 来讲这一部经 你看那个 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 何故名为阿弥陀 舍利佛没办法解答呀 只有听 也没办法为释迦牟尼佛说明 这句名号 为什么称为阿弥陀 阿弥陀的功德是怎么样的 没办法解答 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 就没办法解答 何况我们 这个一定要为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八观在界的由来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舍利 这一法 来为大家 什么原因 什么因缘 这个需要 来为大家说明 那第二件事呢 比方说 这个八观在界 要如何来说 要如何说八观在界 而说了之后 有一些 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行持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有一些人 受了八观在界 没有依佛陀的戒条 所以自由放任 那你受八观在界 没什么意义 那第三的呢 比方说 我受了八观在界 我想要舍界 比如说我要舍界 或者我犯了一些 八观在界里面的戒条 我该怎么处理 那这个 也会大家会说明 然后 在八观在界 这个为什么 这个戒叫做官呢 我们不是讲八观在界 那为什么这条 这个戒里面 称为叫官呢 这个我也要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那戒最主要的是什么 特别释迦牟尼佛在大涅盘经 最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特别有提出来 以戒为师 那为什么要以戒为师 对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对我们念佛的人 特别对我们这一生 一种心 一直向往 亲近阿弥陀佛 那个心态 这个戒有没有能够帮助 然后最后 为大家说明 就是说 我们做八观在界 是以哪一天为中心 哪一天是最好的 最适合的 这个 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首先 先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为大家设立这个八观在界 这个由来 这个释迦牟尼佛 成佛之后 建立一个大僧团 这个大僧团里面 藏水地址 有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 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 这个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都会跟着到哪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规模 那在这个地方 很多在家居士 很多 非常之多 很羡慕 羡慕 释迦牟尼佛的生团 特别的羡慕 不是因为 很大的一个规模 他们的羡慕就是一个 大家一定要记得 他们的羡慕只有一个 就是过清净的生活 释迦牟尼佛的生活 就是注重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弟子 那个生活非常的自在 清净 无挂无碍的 过得非常的幸福 所以很多巨士 看到这一个方面很羡慕 但是因为俗世未了 要看孩子 要有家里 要有事业 要有打工 要工作 要先生 要处理一些事情 种种的 那怎么办呢 心里面一直向往 要过那种的生活 但是一方面 俗世未了 俗缘未了 那又不能 住在这个长住里面 这个生团里面的 长的时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啊 这些居士呢 就到这个生团里面 请问佛陀 问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依法 让我们在家居士 能够过得 清净的生活 能够像那个出家人 在世的时候 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世 那一种的自在 而这短短的时间 能够获得 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所以请问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依法 就是因为这个因缘 释迦牟尼佛在为大家 设立这个八观灾结 所以有 以日以夜 受八观灾结 所以这个八观灾结 由来是这个样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不是释迦牟尼佛方便开 不是 所以大慈大悲 为大家设立一个八观灾结 而且 八观灾结时间很短 一日一夜而有 所以容易持 而且 时间又很短 但是最大的 就是他的功德 那真的不可思议的 你看八观灾结里面 不是讲了吗 一日一夜 你能够清静 受八观灾结 六十万事 一时无忧 一天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真的太大了 那不但是六十万事 一时无忧 你能够把这个八观灾结 受持好 你也能够挣得阿罗汉国 不但能够挣阿罗汉国 你也能够灭无量无边的罪业 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要如何灭无量无边的罪业 《金刚经》讲的 清静心 所以这个八观灾结 真的非常值得 五量缩经 我们大家都很说 三十七品 头一条都告诉我们 灾结清静 一日一夜 你看你的功德 超过五量缩国为上百岁 你在这一天修行 你的功德超过一百年 在西方级的世界 那个功德太大了 但是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你心有没有清静 这个清静法怎么说法 我们看下面的 所以第二方面 这个就是刚才为大家说明 这个八观灾结的由来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开这个方便法 而且这个方便法 能够帮助我们念佛的人往生西方 极的世界 而且中下品往生的 那个品位很高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为大家说明 要如何来受八观灾结 受八观灾结之后 我们要如何来行持 受八观灾结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方圆四十里 这个方圆四十里内 如果没有法施 你可以自识受戒 自己识法施 来接受这个八观灾结 就是你自己来发愿 发心 因为有一些 比方说他住的家好远 在北雪尼拉 比方说好远好远 或者一些地方下血了 或者我们有一些身体不方便 或者我们的身体 有一些不方便出来 或者有些身体不好 那又 家里附近又没有道场 而且是正法的道场 那我们该怎么办 没关系 自己能够去发心 叫做自识受戒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呢 大家可以请这个法师比丘 在一个僧团里面 来为大家来传 来受这个八观灾结 比方说今天我们 这个 经过网路 我为大家来传 受这个八观灾结 只有两种的方式 所以 我们今代的跟过去 佛陀在世 受八观灾结 那是不同 佛陀在世呢 传三归一五界 八观灾结 几分钟就结束了 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 而且他们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 佛陀在世这个事情可以做 为什么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生团太大了 很大的生团 所以一对一 来为大家传这个八观灾结 这个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说这个八观灾结 但是现在我们 这个近代的 比方说我们雪梨 今天如果一百个来受八观灾结 你要一百个法师 去哪里找 对不对 去哪里找一百个法师 或者一个一个来 都什么时候结束 你们结束了 供修都已经完了 所以 用一次性的 来为大家 来做一个传授八观灾结 能够省事 省时间 然后把这个时间 应用在 用功念佛 读诵 经文 大乘清典这样 所以这样也可以说如理如法的 没关系 但是 受了八观灾结之后 我要该怎么样来行事 这个很重要 有一些人 受了八观灾结 跟一般的生活 没什么两样 该做生意的做生意 该赚钱的赚钱 该看手机的看手机 该聊天的聊天 看电视的电视 听音乐 卡拉OK 还跳舞 还有一大堆 这个我就比较反对 既然我们要受八观灾结 那我们要受 佛陀的教育 的借条 除非 除非 有一些急性中的 急性的 没办法 那就 没关系 如果今天你 受了八观灾结 你要这样的 去受持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前面讲的 亲近的生活 因为时间太短了 一天一日一夜而已 而且获得功德太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你要获得这样的 大的功德 将来你能往生西方 去的事情 你要付出你的代价 你的代价就是用你的 虔诚心 你的恭敬心 来受持这个八观灾结 这个我们一定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不是很急性的 一些重要性 比方说突然间父母 生病了 我要带父母去医院 我没办法 或许种种的情况 我需要去处理 那没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要保持 那个清静的生活 非常难得 从一天 一个星期里面 一天到礼拜天 我们每天都忙着工作 忙着赚钱 要去上班 要做一些杂物 种种的 有时候先要定下来 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 周末 有难得这个八观灾结 我们好好来受持 所以受八观灾结 平常我们在佛期当中 一般在一个道场 有些人挂单 挂单之后 会传这个八观灾结 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 在把佛期 你看我们在佛堂里面 把佛期 受八观灾结 那个最理想的 为什么 你看你一天到晚 都在念佛堂里面念佛 哪有时间 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呢 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 我们该怎么样保持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佛法是心法 记得 一切法都是以心为标准 以心为中心 不要斤斤计较 哎呀 我受了八观灾结 不可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那有些人说 哎呀师父啊 这个有人批评 说什么 这个八观灾结 也不能唱歌 也不能跳舞 也不能吃好料 也不能怎么样 不可以这个 不可以那个 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哎呦 那个累了 应该要睡大床 也不能睡大床 哎呦 不能看电视 也不能跳舞 种种的 这个简直不是人的过的生活 有人这样的批评 这个不是简直人的过的生活 人家监狱里面都还可以看电视 跳舞唱歌 你看 这个都不行 那个都不行 很多事情 就是批评的 其实呢 关键不是在这个地方 关键是在 哎 你的心 我要过那种情境 难得嘛 一日一夜 这个就是我们要如何行事 说八观灾结之后 大家一定要用功念佛 把你的精神 把你的心 放在八观灾结 放在这句灵口当中 然后把一切有蜿蜒放下 该处理的处理 不该处理 处理好了 赶快念佛 事情处理好了 该讲的 讲好了 哎 赶快回来念佛 像师父常常看到 耶稣八观灾结 每天看手机 什么意义啊 那没什么意志 尽量不要看 那个手机啊 很麻烦 太多了 也影响我们的情绪 清静心没有了 这个所以 最主要的 八观灾结 是修什么 修你的清静心 因为清静心 才能够往生净土 因为清静心 才能够灭五亮罪 所以灭五亮罪 是从这边来的 心不清静 心腐气躁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能灭五亮罪吗 不一定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此应灌顶大师 不是说过了吗 没有什么样的经常能够消 消除了一场 只有阿弥陀佛这名号 靠的是什么 清静心 那这个是第二点 来为大家说明 那死 第三呢 我们今天受了八观灾结 突然间有些解释 比方说 我的儿女突然间发高烧 或者一些事情很重要的 所以我需要送医院 或者要处理一些事情 那我今天早上受了八观灾结 我能不能舍戒 可以 你可以舍戒 比方说 你遇到一个法师 你认识 师父我今天 我要舍戒了 我没办法 许远 好 或者你认识一个人 头脑清楚的 我今天跟你说 我今天 我刚才受了 我今天不受八观灾结 好 你可以舍戒了 再比方说 有人说 在受八观灾结当中 突然间不小心犯了 这个一条 师父我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 这个会下地狱的 哪有这样的事情 话不能乱听 听太多 给自己麻烦 记得 我们是在学习当中 释迦莫尼佛没有说 人家犯戒 你要下五间地狱 要下阿里地狱 没有这样的 阿弥陀佛都这样发心 要把那些人 坐在 那个要堕在五间地狱 都能够救出来 何况呢 如果我们不小心犯了这些 那没关系 你在佛前 跟佛陀讲一个忏悔 不小心忏悔 这样解决了 没关系 我们改 今天犯了 没关系 我们今天改 明天又再坚持 又犯了没关系 我们只要好好去改过 慢慢慢慢来 不要说 哎呀 人家听 你今天说八万灾 就犯了一条 人家会堕 无间地狱 没有这桩事情 我们最主要 我们的心 亲诚 恭敬心 我今天真的来修行 人非圣穴嘛 我们反复 哪里不犯过失的事 所以呢 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忏悔改过 我来改善一下 这个是简单的说法 那我们来 为大家来说明 为什么这个 叫做八观 叫做观呢 你看我们众生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 跟众生结了一个 不善的二缘 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原因 不善的口语 不善的行为 感召了种种的灾难 无量无边的 烟尖寨主 无量无边的罪悦 都是从我们的 深口意 而感召下来的 所以观 最主要是观闭 观闭我们不善的念头 关闭我们不善的口语 关闭我们不善的行为 或者让我们 不要让这些不善的喜性 而去造一些不该造的业 去犯一些不该犯的过失 就是关闭 用什么方法来关闭 用这八条节 而这八条节里面 也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属于这八观战略行持里面 我们以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代表 不杀身 阿弥陀佛代表 妄语 种种的 所以不要让我们 去做一些坏事 做坏事 因果跑不了 每个人都有因果存在 你今天造了什么样的 你就会做什么样的果报 这个是跑不掉的 所以关闭 不要让我们这身口意 影响我们的清净心 影响我们念佛 这句名号的功德 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我不能伤害众生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不要用我的语言 去伤害众生 因为最容易得罪的 就是我们的口业 最容易得罪的 就是我们的言语 这个言语 我们一定要小心 所以杰明妙行菩萨 告诉我们 多念一句佛 少说一句话 话有没有少说 我不知道 佛有没有多念 我也不知道 看大家 这个就是 简单的为大家 为什么 这条戒 这个戒叫做观呢 那我们来讲 戒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戒是只有 仿飞至恶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 法生会命的 护身福 它是我们的护身福 保护我们 因为它 你的生命是一个 我们所讲的 是法生会命 将来会成佛的 将来要往生 西方既得世界 将来要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将来要化解 一切的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了 你没有把戒为基础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你不能小看 特别是我们 在家居士 五戒 特别一定要着重 连偶一大师 是一位 对于 律宇宗 对于宗通招通教的 他自己都称为 他是沙米亚 你看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戒 在里面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戒 非常重要 那我们什么时候 最好呢 受八观灾界 一般在佛教团体里面 是以六灾日为主 六灾日 在六灾日里面 你可以选择哪一天 你可以去说此八观灾界 但是 但是因为现代的生活 有慢慢的变化 有些人每天要工作 那我怎么办 六灾日 刚好礼拜四 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像一些我们工作人员 他一个星期 有两天休息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要活活的 比方说 你这一个星期里面 你选择哪一天 像师傅 每个星期选择礼拜四 我礼拜四 那一天我受八观灾界 我那一天 我就好好来受八观灾界 来读经 来念佛 什么都不做 我好好去受死八观灾界 选择一天 比方说我们礼拜六 有时间 没有上班 我选择礼拜六 或者礼拜天 我选择那一礼拜天 我一天整天 我来受八观灾界 一个星期 你选择一天 也可以 因为现代 慢慢的变化的生活 所以没有固定的 所以没有固定的 所以以六灾日为中心 但是我们也可以以我们的方便 为中心 比方说你那一天方便你就受此八观灾界 你那一天好好来受此 因为时间太短了 获得功德无量无边 你就选择那一天 你好好来修行 好好来念佛 诵经 不该做的事 不重要的我们去不处理 好好跟家里人沟通 今天我要受此八观灾界 我要好好来诵经 我要来好好回向 我好好来修行 这一天里面 我受八观灾界 我不能发脾气 我不可以讲别人的坏话 也不能说别人的坏话 也不能看别人的缺点 我这一天里面 我要好好来改善 来检讨 来改变自己 来改过自己 让自己会更美好 一个星期就是这样的 像犹太 犹太人就是这样 犹太他们选择礼拜一 一般都是礼拜一的 他们礼拜一 就是犹太人的灾日 就是那一天 不聚会 不重要的不打电话 不做一些杂物 都是一天里面受戒 死灾 就是这样的做法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因为时间太短了 没办法为大家全部 来为大家说明 但是一些重点 我已经为大家说明了 所以最重要的 佛法是心法 你要记得 佛法是心法 不要看到受了八观灾界 看人家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能的 斤斤计较 这个不行 而且我们比如说 也不要把八观灾界当做压力 哎呀很压力 很难 那个八观灾界太难了 怎么样怎么样 找一大堆的借口 其实你要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你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行持 自己的修行 当做它来帮助你 做一个 修正自己的行为 修正自己的念头 修正自己的原因 用这种的方法 来想法 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压力 也八观灾界 这个绑手绑脚的 这个不方便 那个不方便 不能这样想 你要想 我要修行 难得一天 我要好好修行 我要好好来收拾八观灾界 再加上用 弥陀名号来行持 那今天你的功德 那不可思议了 你的功德真的超过 你在西方 其实世界修行了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说明 我们等一下 要开始来念佛了 开始来为大家 讲讲话 鼓励 今天这个八观灾界 简单 稍微 来为大家说明 谢谢大家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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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